大家好,我是队,今天是灯神再战UP,比赛规则主力抢10,目前比分已经来到6比6了,到了抢10的冲刺阶段,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阶段。 现在灯神,因为有力首发,还是一如既往的使用了EX模式,向后闪身,哇,开场UP就抓了一波闪身,UP还是非常淡定,得UP主打一个稳定。 连到招式之后,我失误率呢是非常低的,哇,克里斯,跳次力跳地,压制力超强,一旦飞好,灯神其实,对他这个压制啊,那也是非常畏惧的,但是灯神,他找到了一种打UP的方法,应该是,也就是节奏在他之上,这样的话就可以克制UP,清腿旋风腿,起飞了,硬生生的把这个给翻盘了, 其实刚才,UP属于一个优势,因为他把灯神压到了角落嘛,明显的灯神快速一个反转,冲出了角落,现在不之后,开始一个清雷点杀,空中跳起,哇,中断起飞,有力又开始了,超快的一波操作,哇,连续三段前前,键盘都被磨得起火花了,这,哇,C头飞翔拳,CG圣龙炫腹腿飞翔拳,又带走了,主要是三段前前, 太溜了吧,接下来看UP,下一个人,也是UP最后一个利安娜,UP言以为要的,暴斗龙,哇,返川,走到半夜展,UP着急了,一个大招炸,位置进去,干一炮,第二下,哦,第三下,将其送走,收起道路啊,接下来看灯神,下一个人,灯神前期打的再猛, 拿不着个利安娜,那也是白大,利安娜看上又是空中轻功即将起,破招,重拳抢招,请给点下空中CD,青春再浅招CD打中了,打中就可以上超杀打毕了,炸,又是一套死,前期游历,那么辛苦的打下的江山,被利安娜轻松占领了,又反战回来了, 好了,看第五个回合,灯神的偶拉偶拉,板击两,哇,原地线即可气,然后使用拳前,哦,跳飞地,大臂炸,灯神威夷,一段手刀,满臂青腿,斩随大臂炸,灯神偶拉偶拉偶拉,偶拉,偶拉,有皮的枪法还没交,所以说灯神的枪法还没什么用,灯神只能在防御中看能不能找空到时间挤满一管气啊,然后打一个天地防御拳,或者是打一套,哦, 谁的,这灯神这一招强反打伤害也是有点的,对,他连到对手之后,灯神连到对手之后,对手也会用强反破强反,因为你不强反的话,灯神会把你一套连死,偶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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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挂上档啦,K比6了比分,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抢时的后半段那是最精彩的,因为前期,前期的一个套招消耗比较大了,后期就开始出快捷, 把这个战斗力拉到最满,看装节奏也拉到最满了,尤里空招时间运动机器,哦,清理破招快速前期,又开始了,多段前期操作,血处拉后,速度明显有点跟不上,尤里在空招时间搞满了一管气,搞满气之后可以大开杀气啦,天呐,不走,轻腿下C,哎呀,无法受伸,轻腿,哦,掏到中段地下忍风阵就上了, 优皮,又占据了一个优势的贼把先,我们来看下一局,正说周知,98C的话,最后一个角色起非常关键的作用,应该说是起绝地性的作用, 最后一个角色有强反,都把特色的角色放到最后一位,好,不之后又开始空中一顶,哎哟,听这个操作很大胆啊,哇,尤里玫瑰飞了出来,然后快速接落地机妄想机这样追加一套,连到落地机,刚好这个距离, HP,并使用妄想机身的机会,旋风地空中解答,好了,打这么狠也没有把悠批打死,现在不最后他开始他得,皮套了,好,脚落跳,抢抓C头,没结比啥,东西很,很有勇气的使用一点原地闪身,好的,拿住了悠批的小5чик,起来看悠批的下一个人,科里斯, 克里斯也是优皮的一大杀气 在克里斯 稳定性就不用多说了 当然登神的打法 和其他选手打法不太一样 优皮貌似优点 稳不起来 轻腿起手落地 连续滑住 把脚落可以踢脚 可以踢脚就可以后打再来一把 登神的板子梁又要充满了 连续滑住一个腿 升到空中 好 我们来看登神的板子梁 第四个回合 板子梁这局 那么打开杀技 板子梁中了个cd 闪现 掏下盘 点两下 跳特地 连续跳特地 好 登上 又闪现 经过几波切磋之后 上方都没有抓到大的破绽 登神防御是做得非常好 小圣龙之后没有给出手离下一个破绽 AZC 抢反交了 抢反交了 反川逆向 踹踹踹 cd 踹踹 哇 斩力拳 飞翔脚接波 天地霸王拳 小波接大波 小波接cd 斩力拳 一套带走了 天地霸王拳 就飞翔 AZC 炸掉 好 接下来看UP最后一个利安娜了 其实板子梁这个角色怎么说呢 他这个伤害是非常高 因为连招比较多 但也可以感觉到 而且连招中打的伤害也挺高 再加上这个EXMOS的加持 一点也不比暴躲人物弱 看下去 三龙 升不到 轻锤点一下 一个大B上了 哦 轻锤故意点了一下 板子梁 无奈的交出了强板 现在板子 天地霸王拳 飞下猴利亚没胡到 天地霸王拳不如直接上龙狐了 飞翔脚接波 噢 牛皮强反了 一段手刀 D头神 C头大B 炸 强反要炸 牛皮确实被干击了 但是这一点血也 不可能有大的动作了 灯神随便掏退一拳 你看就干掉了 B分现在到8比6 我们继续往下看 哇 有力又是一般向前疯狂冲刺 升龙旋风水 不之后扇一扇子 后面不之后跳地 拉后一跳 压住神 哦呦 牛皮又开始这个前前了 不之后又拉了一扇子 再一下不之后可以 嗯滑铲 剑地头 中段 起手了 战C确认了 地下载风又来了 这局UB属于是报复式的一个打击的 不之后我 各种快捷都抢招 使得灯神完全没有任何切入点 也没有任何防御点 防不住 哇 灯神也开始了 千千费地 千千跳地 千千跳地 都给他死上 但是不之后我 在招式就是这么浪 oh my god 清水中调 落地击满摇 能不能连招中 挤满一管气 可不可以 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可以的 旋风踢空中介大 刚刚好 好 我们两个UB啊 洗神塔 抢抓C头 落地勺 后面 这后 清零雪人落地底 滑铲没有抓到 牛皮还有一滴血 必杀惹风 oh my god 又用笔下人 和凹了一下子 好 你现在先用到第三个会合 牛皮的 卡比斯 其实 这场 这个视频 这个 这段视频 开场就是一个6比6的比分 可见前期双方 焦烈也是蛮激烈的 比分腰得很 咬得很紧 可是后半段 比前半段还要精彩 以后半段 拼 不但要拼这个比分 拼技术 还要拼选手的一个心理素质 即便对手到9分了 到赛点了 你也要稳住心态 还是有翻盘的机会 好 右皮中学 现在连起滑铲 交了下彩虹 抓给一趟 连上一发必杀吗 连上必杀了 送走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回合 来看灯神的半期了 来看灯神的半期了 然后平板切 中拳呼了一样 击一臂被谁掌 还一阶子 地头没抢到 没抓住 每次又开始中空中跳飞地 但是对灯神好像没什么效果 灯神不是用跳C啊 就是 用下C可以废掉对手跳 好 远地铲 中啦 好的 看UP最后一个莉安娜 又到了超级关键的时刻了 也是比较精彩的时刻 灯神把半期两关 除了暴折速度 飞翔脚砍到是Azense 现在连UP的莉安娜见到 也是要让她三分的 你这个暴折速度不行啊 不如灯神几波前前压着的们 手到飞轮 哦 抢C吗 没有 没有抢到战C 没跳如Cd 中段起飞 空中大B 扳起来较强反 脸呢 很快的又跟上去了 但是UP现在这个血量还能行吗 哎呦 点两下之后没有连上 点个金角 跳如Cd 省到一段 两段插入 大B 对 就这样 但是灯神还是可以翻一下的 天地霸王拳在哪里 Cd 刚出去了 空中直跳想抢个Cd 可是没那么简单 UP这张Cd应该是早有预谋 判定灯神会跳 先踏一步 踢到灯神脸上 那比分8比7 那比分咬的是身体 UP是一个不服输的玩家 超级有性格的一个玩家 好 低头 现在UP基本是取代了韩国BJ的一个地位 因此韩国BJ的主力是一样 现在UP属于是98世界的世界史 取代了韩国BJ 接下来看UP下一个人 第二回合 看UP的克里斯 哇 下飞队空 好一下 跳飞队闪现 请给圣龙旋復队飞翔拳 这样打了一发确认 那UP这个跳飞队好像又升级了 升级版UP跳飞队 哦 没升级好 升级失败 圣龙旋復队飞翔拳 好 跳个加塞 晕掉之后使用一个头扣开 我们来看UP下一个人吧 UP这一局就显得更危险了 莉安娜这么快就出啦 来看UP的莉安娜 先给队主来一发空口 好 点下 轻角 接着暴击暴击队一发CD将其带走 可以吗 有点难度 哦 如果有力有气的话 UB就更危险了 大B联上啦 一个经典高端联 手刀半夜展插之后接手刀起飞吧 我们接下来看灯神啊 下一个拼 第四高一高 再看灯神的拼怎么打 灯灯拼 使用一个前前操作 接着在使用前天空中这里轮台一发 你 后跳地前跳地 清脚重手抢一趟 那莉安娜只能这样交了一个反击啊 好 挑拼地走 飞轮 压一把 看游戏 哇 UB游戏 可以上超杀大B就游戏 这招实在是太疼了 而且也不需要太多的能量 中间两段手刀就可以下很多的血 不需要太多的连招 只要来一发超赏 接着来看灯神呢 最后一个板切梁 这局灯神能不能四天九比七 他先来一个波 他接着在前前两段下前冲刺 莉安娜CD进攻 板切梁飞向脚接波 莉安娜 闪神过波 给你一个手刀半夜展 灯神抢反在哪里 看莉安娜 这一局有所准备 出招上面 保守了许多 没有出比较激进的一些招 把莉安娜这一波 属于防守反击那种 但是板斥梁可是 哎呀防守反击成功 板斥梁忽利亚杰柱 天地方向拳能不能搞一发 其实我也知道啊 UP他肯定也知道 灯神在这等这招天地方向拳 超杀的 灯神可以满下气现在 但是来一套普通连招也行 OMG 啊灯神没有成功 比分还来到8比8 比分拉平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是越来越刺激了 不会将比分拉到9比9吧 这么狠 哇清水雷光拳点个C头 也只有灯神和UP打的时候目前 可以实现这么快的一种节奏啊 实现这么高质量的对局 主打一个快节奏 其实各大王 各位玩家啊都均有他们的特点 有个三王打的比较6 但这两位他们属于是打主力打的比较6 节奏比较快 好 将主力玩到顶利水准 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呀 最后一发大招 灯神一滴血 还在原地散身 UP表示我不吃你这一套 好 我们接下来看灯神了 下一个人第2个回合 灯神第K 先抢发地头 空空追踢两次抡了 DG镰到腿阶衣 玫瑰雪公帖 快速拉后 淘气下盘 躲过扇子 接上一发落地机赶掉 接着我们来看UP的 下一个人了 第三个回合 UP的克里斯 好 抢飞帝 先接玫瑰走 闪现躲过 再跳入一发CD 好 连续滑鼠一个堆 接着闪现 跳地 抢抓地头 滑铲 哎呀下中角又来了一发地头 反其良又要登场了 诶 经过这两局的过招啊 灯神你看不行了 有点 来看灯神的板子凉 UP这个气势起来了 气势一旦起来就是很难被打下去了 灯神 这属于是此效彼此 哎呀 青角点下 因为这么快就打出灯神强反了 闪现这个跳 这是往包围圈里跳吗 这是 哇 克里斯爆气 因为灯神没有了强反 克里斯只要连上一套 灯神必死无疑 可是灯神啊 不愿放弃啊 灯神心态好啊 助打一个 灯神 在各种大赛中 灯神都是 现在特别好 亲和重手忽利亚 总是在地境中实现分盘 属于和小凡一个打法 灯神 哇 前前 越是比分落后 越在近 越是大型比赛 越来近 接着看第一步回合 来看UP的莉安娜 而UP也不一般人 UP也是在各种大赛中击败过灯神 实现过冠军的一个玩家 非常厉害 青腿 低头 我放过去 跳入CD 反正这位还真是 砍刀手 接着莉安又使用一招大 解住啦 反正那继续开动一个千千 青脚 黎安哥非常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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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脚 好低头 直跳CD 反正又开始了 哎哟 真的开始了 被斩掉接波 被斩掉 爱真是爱真是 干掉了吧 干掉了 P分9比8 她灯神又领先了一分 又使用板车梁之前的一个翻盘 等时再点 这就这么来了 阿克里斯继续给他一发后转 接住一个腿 跳入cd 轻给两点 眼一通 通合一下 圣龙炫富的 飞翔拳 又这么一个打法 有力又开始这个打法 又把肚子给压到角落 跳都给你压住了 哦 克里斯闪现 奥奇下盘 有力迅速后撤 克里斯继续将前攻击 大森楼上来了 上来也不用光 完全不用光 二套 哎呀 又使这一招飞翔拳出大破绽 克里斯渗水推舟 给来上一套 跳地压制 他带走了 UP是渐入佳境 希望不要被板车梁给 给废掉啊 最后 刚才 那么好的一个局势开始 还是被板车梁给废 哇 听给连伤了 他带走 接着看UP的小五 克里斯主打一个稳定 可是这一次怎么回事呢 来看UP的不知火舞吧 哇 场的C头 中拳出击 下C队攻 跳也不是战也不是 下团就是靠你 抢抓C头 中拳出击 血量被消耗的太多了吧 被这一条消耗消耗 三分之一血 太能消耗了 哎呀 下的一桃档 先给点完 完了 星葵重手还是脸上了 登圣 这一桃档 哦 哦 买 噶 噶 练到这些风梯空洞太大 接着来看UP的莉安娜 也是UP最后一个角色 第四个回合 哎 莉安娜选速后车 现在没个选风梯 接上 变得压制力这局 比前两局要敲很多 哦 抓一臂 哎呀 地头 距离不够 点不到下金脚了 走到半夜展 但是可以来一套大币 哇 一套红黑 这局也可以感觉到啊 这都又快了 好看第五个回合 登圣的先前小 小滑步又开始了 哇 旋转火花先来一发 啊 手刀飞轮 打个梅啊 登神肯定向前闪 或者是原地闪 可是登神又被消耗的太多了 这一局登神危险了 脸的暴击 反正前下冲刺 下C攻击 前前冲刺 跳在地空冲刺 手刀空了 天地霸王拳 云 中了这一招就可难受了 先来一个超杀大伯 预防抢反 C的两次 干掉了 又是这招天地霸王拳 最后10比8 征服了UP 着实刺激 着实精彩 大家来报关注 来报点赞啊 拜拜